沈州13号发射任务在即 航天员的衣柜又有上心 航天员穿的宇航服 哪怕是看似平常的舱内工作服和地面训练服 其实都很有内涵 负责航天员服装研发设计的李俊院长表示 航天服在研发过程中使用到的新技术 也同样推动着更多特殊行业的服装 乃至普通人日常服装材料和裁剪技术的进展 中国航天服不仅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更以饱含中国元素的设计代表国家形象 彰显新一代飞天的风采 李俊表示 最初我们参与宇航服设计时 一般首先考虑满足和保障功能需求 顾不上美观 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设计 让这些特种工作服看上去既日常又时尚了 此次航天员的专用服装就融入了丰富的中国特色设计元素 向全世界乃至全宇宙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0世纪80年代 由东华大学材料学院潘鼎教授领前的科研团队 就向卡脖子技术发起冲击 于1994年成功研制出航天级高尘粘胶基碳纤维 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在该校纺织学院 陈南梁教授团队把玻璃纤维织成线做成织物 为天空一号 天空二号 天舟一号等货运飞船插上了玻璃翅膀 让飞船更轻 却强度更高 寿命更长 是一号 天空一号 天空 一号 就大一号 一号蒜thy